人生苦短,我用python 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我们开始讲我们python课程的第三课 在今天课程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可以对我们的python中的数据结构呢 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可视化 它的网址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写一下 推荐python一个python数据结构 可视化工具 网址呢,是在这里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打开这网站之后呢,我们点这个 Leave Programming 比方说我们这里,我们生成一个列表 这样一个变量 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任何的元素 比方说我们加自负串 这样的 之后呢,它会在我们的页面的这个右边呢 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 现在呢,我们把B,生成一个B的变量 用A呢,去给它复制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A和B 这就形成了一个,都像一个箭头 它同时指向了,指向了我们这个object 这个对象,也就是A中的实际的值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改变 改变B中的值 B0等于,然后我们再定一个列表 1,2,3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B0和AB和A指向的这个列表呢 它的D0的元素呢 它又形成了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这里呢 又形成了一个箭头 指向了我们这个新生成的这个列表 这就是推荐的这个工具 它非常好的呢 对我们这个Python的数据结构 进行了一个可视化 大家在学习Python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不太明白的地方呢 有关于数据结构的 可以打开这个网站 自己呢,尝试一下 或许呢,你试两次之后呢 你就自己就明白了 好,这是课程之前呢 我给大家说的一点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课程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课程主要呢 就是来讲解MySQL数据库和我们的Python 如何去操作MySQL数据库 在课程的后半部分呢 我会再讲解一个爬城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浏览系在这里 我打开了一个页面 它呢,是链家网的租房的一个页面 我们今天呢,在课程的后半部分呢 我们就要爬取链家网 它这里面的信息 我们就要写一个爬城 并保存到我们的MySQL数据库之中 好,简单的把今天的这个课表呢 课程呢安排呢给大家写一下 一人是转化于MacDone不是 今天呢,这是我们的加上预论 这是我们的课表 今天呢,首先我们讲解的是数据库 先把我们的标题打出来 数据库 数据库 顾名思义呢 它就是存储我们数据的地方 就像车库一样 是存车的地方一样 这么这样说呢 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解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我们的Excel表格呢 也可以称作是一个数据库 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平时讲到的数据库呢 它是指的是数据库管理系统 比如说的是我们的MySQL 它就是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是一种操纵和管理数据库的大型软件 用于建立使用和维护我们的数据库 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的车库 它是一个系统 它集合了通风 消防 还有一些道路指示等等的功能 它是一整套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就不能管Excel 叫做数据库了 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表格操作软件 因为它太轻量级了 就像我们不能说 你搭一个凉棚 我们就说它能遮风挡雨 是不是 我们就说这个凉棚是一个数据库 那搁谁 谁也都是不接受这个概念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数据库的简单的一个概念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感谢观看